又是貓,今天又來短短的斗陣啦 官方又加強藍路珠啦 沒錯,又加強了 更新呢也已經更新上去了 大家最近有沒有去玩藍路珠呢? 就算沒玩應該也看到很多坦克出藍路珠吧 現在的藍路珠的確比之前的藍路珠好蠻多的喔 但還是不夠 在上一部影片呢 看到你們說了很多藍路珠的問題喔 減傷的問題啦,秒殺combo的問題啦 保護隊友的能力 那我們就來看看官方又動了什麼 藍路珠的補血技能呢大幅加強 首先整體的補量呢從450增加到500 吸到乾的時間呢從3秒加快到2.5秒 也就是說呢 藍路珠的補血能力從每秒補150 提高到每秒補200 但其實我覺得應該把吸到乾的時間喔 加強到補血的血量啦 就是整體補量提高到600喔 維持3秒 這樣呢也是每秒補200嘛 還可以多0.5秒的減傷喔 不然藍路珠真的是 就算是不死喔等等 敵人累積的大招也會弄掉你 那減傷呢從30%提高到40% 欸雖然沒有到你們期望的回到50%啦 但到40%也是讓藍路珠又大大提高生存率了 也變相讓敵人再少一點點的能量 最後補血能量呢從空到滿 欸從原本的12秒加快到10秒 差很多喔整個加強下來呢 官方就是要讓藍路珠更能扛壓喔 畢竟還是個坦克嘛 當然還是要稍微的保護一下隊友啦 不能再讓你一發帶走啦 而按著右鍵呢幾乎可以喔 不受傷但也不會補血啦 整個扛線扛起來 那藍路珠可以玩了嗎 欸一定比之前的藍路珠好玩啦 但就只是好玩而已喔 跟你們說的一樣喔 他還是個充電寶 那要比充電寶呢還不如玩下一賽季要出的墨家喔 而且墨家還被官方加強了 沒錯兩個充電寶都加強了 那講完了藍路珠 我們接下來就來講墨家吧 嗯官方知道喔 墨家現在蠻弱的喔 尤其是在高端場喔 直接沒有遊戲體驗 所以官方目前打算改的方向是呢 呃增加他的生存率 增加對小型敵人的輸出 欸減少對大型敵人 也就是對坦克的輸出喔 想像之後對上藍路珠 直接把他燉成豬肉湯 首先呢原本的650的白血 會變成500血加上150的黃甲 增加呢墨家的硬度 並且把頭部的命中判定呢變小 欸增加墨家的生存率喔 畢竟墨家沒有藍路珠的減傷技能嘛 欸有啊 首先呢之前的SHIP的暴走喔 就是那個向前衝的技能喔 如果不太清楚墨家的技能的話呢 我把墨家的影片放在右上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向前衝的暴走呢 應該是沒有減傷效果的喔 那再之後呢會加上50%的減傷效果 並且呢這個暴走是沒辦法再駭入的 我們上次測試呢是還可以用駭入來停止暴走 但之後第八賽季呢 墨家出的時候就沒辦法用駭影讓墨家停止了 再來增加1生命竊取的效果喔 欸之前測試的時候呢是有30%的減傷 加上60%的生命竊取喔 之後會再提高可能會到75%或80% 冷卻時間呢一樣是15秒喔 就是武器的改動 官方沒有說詳細的數據 但說會在 欸子彈的飛行時間啊 傷害 欸子彈數量 呃距離的衰退 還有同時用兩把武器時候的擴散 以及射速都會改喔 基本上呢功能是都不變的 但數據上呢會 欸打掉重弄 前面也有說到喔 基本上會把欸打坦克以及大目標的效果減低嘛 那提高對中遠距離的小目標 像是欸雙飛的法拉跟慈悲喔 提高對他們的威脅 以上就是墨家未來的改動啦 那這次沒玩到新英雄墨家的大家呢 也沒關係 官方呢有說到他們很喜歡這次的試玩活動 這也是鬥陣特攻呢 應該是第一次喔 這樣先把新英雄丟到正式服 讓大家玩個一兩天 那官方呢除了收到很多玩家們的意見 也拿到很多統計數據喔 所以呢才有這一次的改動 之後官方呢很有可能每次的 新英雄都會以這種方式來登場 希望大家欸玩個一兩天啊 然後再回去修一修 再下一個賽季呢拿出來就會比較漂亮了 想想之前的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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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墨加再削弱 OK 以上就是藍路珠跟墨加的加強啦 如果還沒玩過藍路珠的你們呢 推薦真的可以去玩一下藍路珠喔 真的還蠻快樂的喔 最後來講一下其他的小消息 首先是新地圖 花村的改版 確定中文名字了 叫做花岡 而新的模式呢 會叫做交鋒 也講到呢 這個模式可能會有 比較長的遊玩時間喔 所以呢 會再進行修正的 把一些設定條件加進去喔 讓一場的遊戲時間呢 不會過長 之前呢 有觀眾提到喔 很像TF2的模式喔 基本上是沒錯啦 就是TF2的5CP模式喔 但還會在這個基礎上呢 再額外加上其他設定 應該啦 期待他的新模式囉 那最後呢 官方也補充了 他們目前 努力的方向呢 是讓遊戲變好玩喔 減少破壞體驗以及離開遊戲的玩家 像是之前 欸 增加了離開遊戲的中離懲罰嘛 那中離率呢 就下降了幾乎20% 還有呢 正在思考怎麼改善遊戲體驗喔 欸 如果把重生時間改短會怎麼樣呢 官方呢 可能會在第八賽季開始的時候呢 再做額外的調整啦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更新啦 離第八賽季呢 還有兩個禮拜 期待我們的新英雄 墨加 也期待喔 喔 明年可以玩到的太空輔助啊 好想玩啊 那個可以到處飛的輔助喔 難道可以跟法拉還有慈悲一起三飛嗎 喔 對了 呃 我在我的小腦袋有個小印象啦 不知道我是在哪裡看到的消息喔 聽說有消息喔 鬥陣特攻有可能會出動畫影集 有可能啦 希望是真的喔 那就再麻煩微軟爸爸幫我們鬥陣拉一把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是喜歡你的朋友 小貓的朋友 分享給朋友 想繼續傳來的帥小鈴鐺 怕錯誤的鈴鐺喔 我是羽毛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嗯 拜拜